111年度首届议会杯亲子公路接力赛揭开序幕 总计有400人欢乐开跑 议长刘成昭霖 议员胡松龙等人也到场给予参与的亲子们加油打祭 议长刘成昭霖也期盼儿童以及家长能够享受温馨的欢乐时光 增进亲子关系 更亲密融洽 用彼此的热情刻画温暖的记忆 本县体育运动发展协会为了促进亲子关系正向互动发展 年年举办了亲子路跑活动 议长刘成昭霖肯定亲子运动的推广 今年大力支持协会举办首届议会杯亲子公路接力赛 议长也表示亲子运动不单纯是活动身心 培养幼儿最喜欢的运动习惯 更具有增进亲子之间的情感意义 二 一 名 好 大家好 这位扬宗 тур尔局长运动身体好 大家都非常致力在推动我们澎湖的这个运动 其实澎湖这些年来运动人口非常的多 那只要是礼拜六礼拜天 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体育会 真的都非常的忙 一直在办这些活动 那我想在这么艳阳高照的一个天气 这么好的一天气 大家能够大朋友小朋友 有的就在办公室 有的就在教室里面 大家这样子能够出来动一动跑一跑 我觉得是非常的棒 首届亲子公路接力赛 参与的爸爸妈妈们 个个是摩拳插掌 小朋友也卧虎长龙 场上的气氛几度的热血沸腾 大人小孩互相鼓舞加油 不论名次高低 彼此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而这次的活动除了亲子接力之外 也规划了社区组的路跑 以及国中小公路接力赛 总计分为九组别 吸引了将近400人报名参加 记者陈荣誉报导 记者陈荣誉报导 记者陈荣誉报导